为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 能生活的犹如天人般享福 但却没有天人的德性 此乃非天界,又称阿修罗道 这里不是地狱,却是人间炼狱 故事要从一座名为安南市的韩国小城说起 安南市是一个人口只有48万的小城市 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充满年代感的老实建筑 很多家庭在这里延续了几代人 虽然经济不发达,但这里是他们家乡 原本过着平静气溢的小生活 直到面叫朴承培的人当上市长 为安南市开启一场血腥的生死大战 此人身穿西服,戴着眼镜 表面看起来是位充满正义的市长 石则内心黑暗,为了钱不择手段 他打算将安南市拆迁掉 吃剧资达到成为有钱人专属的富豪城市 原先的居民只会得到极少的赔偿款 至于以后住那里,朴市长根本不在意 他的目标是完成计划,把钱漏到自己的腰包 在行动刚刚开始时 他便被正义的检察官给定上 控告他违法拆迁和非法收受贿赂的罪名 并且有关键的人证可以证明 朴市长随即被检方调查 一时间引起大量媒体的关注报道 这件事情对朴市长的形象影响很大 作为市长,他不能亲自出面 所以找到他的妹副警官韩渡经 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刑警 虽然是警察,但是做事风格很像街头混混 多年来他帮助杰弗市长处理了很多麻烦事情 也从中得到不少好处费 是朴市长最信赖的德力手下 处理证人是见不得光的事情 身为巡警的韩渡经也不好出面 他把任务交给了尹君子混混万里 尹君子做事手法很残忍 诱惑证人拍下不雅视频 在暴力的威胁下,强迫他将法官翻供 推翻之前所有的证词 之后安排证人前往别的国家 悄无声息地消失人营 行动完成得很到位 没过多久,朴市长便无罪释放 在媒体面前大放绝词 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 复得记者和民众的同情 当晚,韩渡经待着钱找到尹君子的手下 跟他一同的还有小文 他是韩渡经非常要好的朋友 小文是韩渡经如亲哥哥紧跟他的左右 不过他是个充满正义的行情 并不参与龌龊之事 韩渡经找到尹君子之后交给他报仇 让他妥善处理后事 不要对任何人泄露秘密 尹君子一时激动 不经意拍了下韩渡经的肩膀 这看起来是合作伙伴的交流 却被韩渡经狠狠地厌恶 一拳打在对方的脸上 让他认清自己的混混地位 他就是个手下 不要妄想和上层同喜同坐 两人正在谈话之际 突然冲出来刑警同事黄班长 他知道韩渡经和朴市长背后交易 想趁机搜挂点钱财 尹君子看到黄班长之后立马逃跑 小温也温宣赶来一起抓捕 其一个人在天台将尹君子的围捕 黄班长将其打倒之后 试图拿走对方钱 毕竟尹君子是自己的手下 韩渡经强力制止黄班长的抢劫行为 两人一言不合摇打在一起 你退我让这下 黄班长被推下楼摔死 韩渡经一时间慌了神 不过马上他恢复了情形 抓住尹君子就是一份暴打 声称他居然敢杀刑警 然后打电话报警 将尹君子给抓捕 尹君子由重伤陷入昏迷 无法交代案情 警方人员只能相信韩渡经的证词 但他所说的案发经过有漏洞 引起同事的怀疑 韩渡经还打算辞掉刑警的工作 理由是单纯的不想干而已 他的借口瞒得了别人 却无法骗过检察官 一名新金的检察官早已盯上了朴市长 把他绊倒 自己升职加薪不成问题 朴市长做事谨慎 很难查到黑料 顺着线索 他找到韩渡经 想以他为突破口 找到朴市长的犯罪证据 金检察已经掌握了大概信息 他知道韩渡经辞职之后 会给朴市长当保镖 帮朴市长做了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 所以金检察通过权力的增击 驳回他的辞职申请 并且诱惑他做卧底 暗中调查朴市长 期间还拿着信封不断羞辱韩渡经 让他低头承认自己比他级别高 韩渡经显然不是轻易服软的人 如果不是一群人按着他 可能会暴打对方一顿 金检察将他不配合 很快拿出另外的把柄要挟他 韩渡经有个身患重病的妻子 终日躺在床上无法下地 即便如此 他对妻子不离不弃 帮助朴市长也是为了帮妻子筹集医药费 妻子是他活着的唯一信念 所以金检察抓住他这点 偷拍韩渡经和其他女人不雅视频 扬言如果不合作 就把视频发给他的妻子 一旦被他的妻子得知 他可能死都不会瞑目 这是韩渡经万万不敢做的事情 被逼无难之下 他答应了录音的请求 原本打算辞职之后 正式跟随朴市长 现在辞职悲剧 他开始忽悠小文同学 让他辞去刑警的职务 当朴市长的保镖 他是想让小文当卧底打探情报 可事情的发展远超过他的想象 曾经正义的小文摇身一变 穿上高级西服搭起领带 工资也翻了几十倍 用他的话来说脱胎换骨 这天晚上 朴市长前来看完妹妹 顺便交给韩渡经先的任务 谈话开始前 韩渡经悄悄打开手机录音 朴市长的拆迁计划 有一些人是反对的 他们组成抗议团体 和朴市长作对 这其中一帮混混 表面看起来是反对者 其实是朴市长安藏的间谍 用来打探抗议团体的消息 双方事件多年以来 合作得很愉快 可是最近黑帮大哥 有点不耐烦朴市长 不按照他的命令做事 朴市长文化 是不是应该将他给铲除掉 正在谈话之际 本应该在外面看守的小门 因为上厕所 让一名护士突然闯了进来 对此 朴市长上前就是脸巴掌 狠狠教训了小门的办事不力 朴市长和韩渡经刚刚见外面 经济检查便得到了消息 在秘密基地研究撞谱计划 然而检察官权力是大 再大他也是一级压一级 经济检查接到上级高层的命令 朴市长找到关系 强行中止了经济检查的行动 气得他满腔怒火 无处发泄 老媒的事情接踵而来 之前的尹君子从昏迷中醒来 推翻了韩渡经的证词 老师刑警并不是他傻的 他还没信韩渡经 要爆料之前的黑料 遭到检察官的威胁 现在连小货文都不把他当回事 找好兄弟小门吃个饭 他也意识到不对劲 小门往他的碗里夹菜 对于他的券稿也不以为然 声称自己会看着饭 林别还大发的扔前走人 仿佛这一刻小门才是大客 韩渡经才是小弟 第二天他再次找到小门 把钱稳的饭钱赠给了他 以表示自己大哥身份 让小门认清地位 此时的朴市长正在召开会议 在场的有社会各界名流 和大连的记者朋友 在之前他已经和黑帮大哥协商好 开会期间带一帮小弟来闹事 将朴市长包装成受害者的形象 但黑帮大哥并没有按照计划 他带人过来之后 只是凑热闹并没有暴力行为 他还表示再也不会当朴市长的狗 朴市长在一旁干着急 让小门想办法解决 小门毕竟年轻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见韩渡经大骂的冲了过去 和对方撕打了起来 坚持撞 朴市长心里乐呵的花 随着喊着不要暴力 身体却很诚实 趁着混乱 他用眼神暗示韩渡经 让对方手抓一把刀子 自己主动撞上去 顿时朴市长的脑袋鲜血直流 记者将他们团团包围 朴市长带着人大喊着正义口号 成功造就了被害者的形象 很快新闻报道登上了头条 宣称朴市长是正义的华身 遭到暴力的迫害 目的达到朴市长不由地赞叹 韩渡经的能力 只要一旁的小门听着很是忌妒 自己才是朴市长的贴持保镖 却被当作一个废物对待 他继续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以提高在朴市长心中的地位 这天朴市长与黑帮大哥见面会谈 他早就想要铲除掉对方 只是不好下手而已 让韩渡经来做他又不愿意 小门看出朴市长的意图 于是开车将黑帮大哥给撞倒 来回碾压置其死亡 他像个孩子一样 将韩渡经炫耀自己的狠心 就像自己的父母证明长大了一样 他的疯狂行为 立马得到朴市长的认可 但在韩渡经看来 小门正在步入深渊 逐渐脱离了束缚 韩渡经就像是一个倒霉蛋一样 生活中处处都是坎坷 亲检查再次找到他 朴市长的亲戚秘书 在当晚有秘密活动 让韩渡经前去查看情况 这一次他拿出秘密武器 他们掌握韩渡经 是首杀死同事的视频 并且已经获得警方拒捕令 目前被亲检查压在手里 他承诺如果搬到朴市长 他会向上级申请大赦 让韩渡经无罪 为了生存 韩渡经只能答应 可当他刚刚离开 亲检查便说 大赦这种东西 在韩国是不存在的 韩渡经始终不过 他利用的一颗棋子 任务完成后会被丢掉 韩渡经按照行动 来到计划地点 发现一大圈非法移民 对方不仅不怂韩渡经 还逃出了手枪 眼看情况不妙 朴市长的秘书出面致辞 声称这是关乎朴市长的声音 话还没有说完 韩渡经便被打断了地 携带的配枪也被抢走 他们立马开车逃之遥遥 被打一顿枪还被抢 韩渡经头上流着血 冒着大雨前去追击 最终在大马路上将对方撞倒 本以为是普通罪犯 没想到案件 涉及到违禁物品 一亿政策高达300亿的货品 在得知出事之后 朴市长紧急召毁了相关资料 秘书也被警方给抓捕 面对审讯 他谎称交易是自己独立完成的 和朴市长没有任何关系 朴市长知道是韩渡经做的 可并不知道和金检查的合作 他对于韩渡经的背叛还是愤怒 用烟透踏踏太阳穴 他很嚣张地说 没有任何人可以影响到他 为了钱可以做任何事情 如他所说 计划已经开始 必须完成 张爱晋君子在监狱被杀 秘书保释之后 也被小门退下车遭到哪样 能够做证据的证人都彻底消失 找清了所有的问题 明明到手的把柄再次被打破 金检查心里很窝脱 他只能抓到韩渡经 将他暴打一段出气 韩渡经再次满脸都是血 从他出现 脸上就一直带着伤 金检查再次忽悠他 这是最后的成绩 如果再次输失 大家都要下地理 之后韩渡经带着伤到医院 看望妻子 由于手术不成功 妻子已经奄奄一息 他后悔自己 未能帮助妻子做些什么 独自坐在走廊上痛哭起来 晚上 朴市长还来悼念秘书的葬礼 人是他派人杀的 现如今还能装作很伤心 而他来这里的目的 不是为了悼念 居然是因为这里的牛肉汤很好喝 韩渡经携带窃厅装备 找到朴市长 他已经被逼到了绝境 直接开门接线 告诉朴市长 秘书被杀 下一个是不是就是韩渡经 他还主动透露 自己是来当卧底的 背后的金检查在监视他们 他现在所说的话 都是金检查让转达的 这番操作让金检查大呼专业 他明明什么都没有说 激化败露 他们打算撤退 刚出门就被小门带人给解惑 扎爆他们的车态 逼着下车 韩渡经向朴市长表示 金检查要求贱命相谈 他欣然答应了对方请求 而这其实是韩渡经擅作主张的 作为双面间谍 他已经收购了 哪一方都不会轻易放过他 何本让他们亲自面对面作战 可能还会获得一线成绩 金检查带着手下 朴市长会谈 房间里面只剩下两个人 小门和韩渡经去往别的地方 朴市长表示 他为了钱 金检查为了升职 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 何尝不合作共赢呢 只要他的计划都成功 可以给金检查大量的钱 还会帮他打通关系升职 听到这番话 金检查突然大笑起来 刚才的话都被他给录了下来 有了证据和仇撑制不是问题 而朴市长没有一丝夸张 他早已打电话通知黑道手下 手持武器包围了金检查 朴市长告诉他 你根本走不出大门 等一下你们都会死在这里 到时候队外宣称 恶非找朴市长报复 恰恰遇到金检查他们 双方血战之后 金检查民工训职 为了让公众相信 朴市长会砍下自己一只手 由此可见朴市长 新村首达的长度 在他一生利用下 大战处罚 双方血肉很黑 场面惨烈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大家都杀红颜 另一边 小文得到命令 要杀死韩渡精 虽然是曾经大哥 依旧没有手下流行 两人达到一半之后 小文并没有开枪 这时他内心 还仅存一丝善良 他咆哮 正是因为韩渡精 才让自己跺入深渊 韩渡精表示 是因为自己的过错 安慰着小文 可他的手却小叫抓住小文拿枪的手 在上司面前 一切都是虚假的 小文的内心 还是没有韩渡精黑暗 双方折夺手枪时 小文重担身亡 临此前 小文哭着说 真他妈糟糕 这场厮杀下来 金杰杀人全死 金杰杀被打一顿之后 秒松 立马跪地求找 求朴市长放过 朴市长也同意他的请求 不过要先杀死他的手下 说着就扔给他一把刀 女手下对他如此熟悉 在他看来依旧是个棋子 金杰杀拿着刀 逼近了女手下 举起刀要通下杀手时 韩渡精及时出现 延开出枪击杀金甲杂 之后要和朴市长血战 最终双方在身中 竖枪之后 双双死了 拼音官留下一大队失手 为阿修罗这部电影 画上B层的句号 电影也到此结束 本片的内容简单粗暴 以各个角色不同位置 讲述他们角色 明明知道这么做是错的 可结果被莫名地推动了节奏 所有人看似过得很好 实则就在地狱中挣扎求生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你的地狱用程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